孝心感恩活动 蛋糕香肌面要与弱势家庭结缘 志工骑着机车亲自送打 电梯口巧遇到假日还要去上班的郭先生 我没有 还是要努力 他很努力 每次我们访试他晚上都还在加班 先生出门了 但妻子跟孩子都在家等着志工 你好 志工一进门赶紧和孩子打招呼 郭太太才30岁 却因脑中风左侧偏瘫 原来她因为脑血管畸形 前年生第三胎时脑血管破裂 为母则强 她为了三个孩子努力复健 从得坐轮椅到现在已经能照顾幼子 但无法完全复原 难免遗憾 身体的关系 所以只能待在家 然后只能用其他方式来过节日 然后刚好师姐来帮忙 就是很像朋友 对 很亲近 就是不会有一个隔阂 一家五口只靠郭先生工作养家 还得租房子 志工协助孩子到工又就读 减轻负担 也常鼓励他们 祝你母亲节快乐 就是他们面对难的时候 也没有被难 怕败就对了 因为他的心很神灵 有一个善恋 因为这个善恋 就会为他们来带来很多的福气 坚韧又正向 志工将持续陪伴 也期盼坚强的妈妈越来越健康 戴新闻 陈一珍 林道明 高雄报道